大家好,欢迎收看讯息视频,近年来,泰国旅游业的发展一直十分良好,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还是当地风景优美,当地居民大多也比较和善,当然,泰国水果海鲜也非常出名的,因此去泰国旅游的游客,基本上除了人妖小姐姐外,一大部分都是奔着水果海鲜市场去的,尤其对于中国游客来说,泰国几乎成了出国旅游的首选国家, 但前段时间泰国就出现了一个看起来非常不友好的现象,在泰国许多的水果摊前面,除了泰语标识以外,都纷纷竖起了中文警示语,水果不要捏,捏了就要买,网上也有熟悉泰语的小伙伴表示,其实没翻译的内容更过激,但是为了做生意,人家老板也没太张扬,只是表明一下立场,原来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人的购物习惯,现在人买东西已经很少去菜市场了,基本上都是往超市里跑,超市里的水果蔬菜 基本上没什么人管,所以顾客们都习惯上去捏一捏,看看熟透了没有,翻泰国的水果摊可不是超市,人家老板就靠着几个品项好的展示品来测解游客的购买欲,最典型的榴莲,你要是上去掐一下,圆圆的果肉上面就会留下一个坑,品项差了价格也是提不起来,这不耽误人家做生意吗? 尤其是那些捏了后不买的游客,所以为了表明立场,许多泰国水果摊前面都竖起了中文标语,对于这种现象小编只能说,爱过之前还是先提一下高国民素质 好了,今天内容就到这里了,喜欢的从伴记得关注转发评论点赞哦